美国对中共自为反击站来了,华为被爆前面渗透美要中共放人,多家的美媒报道,川普政府最快在本周内,启动对中共更猛烈的重击,主要涉及到中国黑客行为,持续窃取美国商业秘密和高级技术,入侵政府部门或公司电脑等方面。 英媒报道,华为通过其全球项目未来种子计划与许多大学建立联系,还曾资助澳洲多名政要和家人前往中国旅游,受邀者名单中,包括澳洲前外长B小普,而其资助英国大学研究被指为军攻行动。 此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4日,表示两名被关押,在中国的加拿大公民是被中共非法拘禁。 他承诺努力,确保加拿大人安全回国。 美方最快本周内启动,对中共自为反击自由亚洲电台。 14日综合多家美国媒体引述消息报道,川普政府的多个部门准备在本周内公布,针对中国采取的一系列行动。 当中主要涉及到中国黑客行为,持续窃取美国商业秘密和高级技术,入侵政府部门或公司电脑等方面当中有部分的行为,更会被司法机关起诉或对相关人员进行制裁等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分析。 美国若采取相关举动,虽然没有违背中美达成的架构协议,但是却传递了三个信息。 王军涛说,第一个信号,就是美国是要严肃地落实达成协议。 第二是我觉得是希望中共政府不要抱侥幸心理。 第三拿美国境内间谍活动开刀,是向中共政府说,其实你对我从事的间谍活动。 美国政府早就在调查和跟踪,美国司法部助理部长德默斯近日在参议院召开的听证会上,表示中共的间谍活动近年持续增加。 盗取美国公司的商业秘密及知识产权透过掠夺、复制及取代等形式,损害美国的经济。 因而从2011年至2018年间司法部,超过九成有关经济间谍的个案都涉及中共。 德默斯说掠夺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复制这个科技,然后取代美国公司。 旅美经济学家夏夜良说,新发生了很多事件增加了不确定性,我觉得华为事件可能也起到一些作用。 休战九十天这个缓期能否确切地执行,贸易协议现在还是有问号华为通过未来种子计划赞助外国高校,被指为军工行动,法广。 14日引述英国BBC当天报道称,华为通过未来种子计划向大学高校提供赞助。 其中包括英国的剑桥牛金曼彻斯特约克诺丁汉萨里等学府华为此举,被英国安全与情报研究中心的格里斯教授指为军工行动。 除高校之外,华为曾资助澳洲多名政要和家人前往中国旅游,受邀者名单中,包括澳洲前外长B小普此外,美国权威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最近被华盛顿邮报文章,披露收取华为大笔捐助。 为华为说好话在中国的电讯,设备巨头华为公司在海外发展,接连受阻华为高管,在加拿大被捕引起外交风波之际,英国议会下任外交事务委员会的议员端促大学接收华为资金时要特别小心。 英国国家安全专家格里斯教授说,华为同英国顶级学府的长期合作关系,令人不安。 该报道说,世界最大的电讯设备制造商华为同意向剑桥牛津曼彻斯特和约克等大学,投入600万英镑的资金资助研究项目,赞助英国学生去中国。 华为公司曾表示在过去五年,中他们同英国20多所大学有过合作每日电讯报,说华为多年来赞助手机网络和音频方面的技术研究项目。 华为承诺投资500万英镑在萨里大学,建立5G创新中心。 华为还在剑桥大学一个电脑试验室,投资100多万英镑,支持一个曼彻斯特大学研发石墨西的项目。 石墨西是现在世界上最薄,却也是最坚硬电阻率最小的材料。 这种纳米材料,是由英国物理学家,在2004年研发出来的华为通过其全球项目未来种子,计划与许多大学建立联系吸引年轻人才, 并通过英国文化协会向英国大学生支付旅费,让他们在中国生活一个月。 曾在诺宾汉大学学习计算机专业学习的Lauricate去年参加了华为在中国的学生项目, 他说那个项目资金充裕,安排得非常好。 他们在招募那不是寻常的技术工,私花钱招募,但是在中国逗留一个月基本备用都被支付。 那真是十分慷慨,中共非法拘禁两加拿大公民是不可接受,的周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加拿大外交部长方惠兰,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和加拿大国防部长石俊在华府共同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蓬佩奥说,中共非法拘禁两名加拿大公民是不可接受,的他们应该被释放。 无论他们是我们国家的公民,还是其他国家的公民,美国都支持这一点释放。 我们要求世界各国妥善对待其他国家的公民,并且这两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遭居的状态,应该结束。 蓬佩奥说,图为蓬佩奥,又二,加拿大外交部长方惠兰克里斯蒂·弗洛德·佐二,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又一,加拿大国防部长石俊·哈吉·扫尼昂佐伊 12月1日加拿大警方因美国要求逮捕了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 随后中共拘留了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 和加拿大商人斯巴沃, 马蒂斯·贝勒·康明凯,目前是国际危机组织的顾问。 蓬佩奥表示,美国致力于让遭拘禁的本国国民或是反加, 在加拿大人被扣留事件上也会这样做。 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 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